三分泡面让人一口接一口 不过泡面吃多了 小心三高上升 根据美国研究 女性一周吃两次泡面 罹患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风险 将远高于一般人 一般来讲 医生会判断你这个高血压 它是属于持续性的或是短期的 因为有些人感冒 发烧 失眠 它血压就上升 即使这些症状改善 它血压就正常 高达五成民众陷入三高危机 而一旦罹患三高 容易引起脑中风 糖尿病 以及心血管 各种疾病 健康节目邀请民医 一起解惑控制三高 并开放民众现场提问 这个高血压如果要发生的前兆 会有什么症状 针对三高症状和海鲜胆固醇含量 及食物中隐藏的陷阱意义分析 以蛋来讲的话 它虽然胆固醇有点高 可是它的饱和脂肪酸 非常的低 所以它对我们血压里面 胆固醇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专家强调一般民众 都会忽略胆固醇素质 建议针对鞋脂肪进行检查 如果是高血脂患者 就要注意蛋黄摄取量 才能远离三高风险 三立新闻林玉峰 陈一杰台北报道